大家好呀,这里是那家的小花园 今天又到了我们一周小苗的反馈时间了 让我们来看看这三个小家伙 他们现在长成什么样子了呢 是不是一周不见又长大了好多 看一下这个应该是英伦节拍 现在他的这个状态 这个牙头长了好多 大概有两寸左右 两个牙都长得还不错 然后这个小牙芒掉了 这里边上原来还有一个牙 这个芒芽了 然后这个呢是鸡女已经在打花苞了 这个小可爱 这些小花苞过一段时间就会开花了 然后呢这个是米加勒大天使 他终于发挥出他的实力了 之前种他的时候就说过 因为听说他的根系比较强健 所以我给他种的花盆呢 比这个英伦节拍的花盆要大一些 果然呢他现在你可以看到 虽然他发芽比英伦节拍要晚 但长势呢非常的强健 慢慢的要追上这个英伦节拍了 虽然我们这段时间 大家看到我录视频都是晴天来拍的 但基本上都是在下雨 索性呢给他们用的这个花盆 并不算太大 所以三个小苗呢现在长势还是比较茁壮的 那今天主要在这期视频当中呢 解答两个花友对于这些牙签小苗的提问 第一个这样的小苗我们要不要掐花苞呢 那其实之前是哪一棵来着 是他吗 米加勒大天使吗 好像刚到我这边的时候 他就带着一个小花苞 当时毫不犹豫就给他掐掉了 因为当时他连这个新的牙点一个都没有长出来 就没有明确的牙点 也就是说他当时根系还在浮盆的过程当中 这个时候的小花苞是他自带的 根系都没有长好 绝对不可以让他开花 这肯定会增加他的负担 再说他自己才那么点大 来的时候更小 这个两三寸的丫头都是后来才长的 因为原来就这么一点点 怎么可以让他开花呢 然后这些苗三棵其实都很小 都不适合开花 但是你比如说鸡女吧 他现在已经打花苞了 要不要掐呢 这个我觉得倒是没必要 因为这个品种的话 它就是属于一种微型月季 而且它的长势非常的慢 现在看起来其实长势一切良好 这几朵花就让他开花 因为它的花其实是小小的一朵 不会对整个植株造成太大的拖累 而且它已经在长根了 像米加勒大天使和英伦杰牌 他现在打小花苞 要不要让他开花呢 其实在我看来 它们其实还是挺小的 并没有很大 它不过一个巴掌大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小苗呢 并不太建议大家让它 现在就开花 哪怕它已经完全浮盆的情况下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春天的时光 其实很短暂的 马上就要入下了 这个时候 咱们应该趁机 让它们多多长个 你让它开花的话 可能会耽误它 一个月的生长的时间 它正好在长根的快速期 这个月如果让它长根的话 它能长很多 能长大很多 这是第一个 另外像这样小的牙签苗 就算你让它开花 花开出来是不会标准的 它开不出像它大苗时候 开得那么漂亮的话 其实咱们不看也罢 所以呢 我还是建议像牙签苗的话 咱们就不要看花了 但是如果这个苗比较大 根性比较好 它到你家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状态 很好的样子 它是自身带着花苞来的 然后你托盆看 它的根性呢 非常好 而且你在整个种的过程当中 也没有损伤它的根性 那这样的苗的话 我觉得可以直接看花 稍微大一点的话 它开花就比较标准了 可以先欣赏一波 它真实的颜值是怎么样的 来满足我的好奇心 所以牙签苗或者说小苗 要不要看花呢 它小的话不太建议大家看 如果比较大 根性良好的话 是可以看的 那比如说有些话 有问我说 小苗要不要打顶 对我来说 其实我这边月季的操作 基本上不存在 什么打顶的概念 我很少给我这边月季打顶 一般来说 我都是进行花后的修剪 只要做好花后修剪的话 它整个株形 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分支线也不会有问题 你们可以看看我这边 所有月季的分支线 这些都是大苗 都是通过花后修剪得来的 那你如果真的很想 一下子就把它 整个株形弄好 你想打顶 那也是没有问题 你可以半年一年时间 不去看花 但我是做不到的 我这边几乎所有月季 一年到头都让它们开花 只要不是这样的牙签苗 不管它在哪个阶段 每年能开花就开花 不看花干什么呢 养花对吧 那第二点呢 有话有在问 这样的小苗 我们要不要露叶子 这么小的苗的话 刚来的时候 你看它 我保留了它所有叶子和芒枝 一点点都没有露掉 除非它 以前这个叶子 已经黄掉的 露掉了几片 那现在这个状态 要不要露叶子呢 我觉得可以了 底下的有一些 跟泥土接触的 咱们可以给它露掉 而且呢 增加底部的光照 还更容易出损一些 这些是可以露掉的 上面的不要动它就行了 你看这些啊 露了几片就可以了 不要弄多了 这样就可以了 其实现在这个状态 它还是不容易出损的 因为根系才刚刚开始生长 其实你想月季出损 还是比较简单的 当它在这花粉当中 根系长得很好的时候 迅速的时候 它就很容易会出损了 所以刚到的月季小苗 在还没有浮盆的情况下呢 建议大家保留所有的叶子 哪怕是芒枝 也一定要忍耐 不要轻易露掉它的叶子 但当它上面的枝条 开始抽出来 然后一派生机勃勃的状态的时候呢 下面有一些老叶子 或者病叶子 或者挡光的叶子 咱们适当的可以露掉几片 这样的话呢 能够预防一部分的病虫害 也能够让下面更加通风 让底部能够照到更多阳光 更容易出底牙或者损牙 好的 那今天有关于小苗 要不要那个敲花包 要不要露叶子的话题呢 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了 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吧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